各位,上次那些鱷骨群和令狐冲打打下,不如使出幾招聰靈劍法,勾起了令狐冲無限心事,搞到心神不定。 迷迷糊糊之中,隨手一揮劍出去,指一面青框聲,有一把長劍掉到地上,眾人叫了一聲。 令狐冲整個人發了兩發,站起來慢慢睜開眼,見到鱷骨群正向後跳開,臉色黃露那麼黑, 右手腕就猛攻滲血出來,再看看自己的劍,劍尖刺滿血, 不然他大吃一驚,才知道先頭心神混亂時,隨手擋架攻來的劍招,不知怎搞的, 居然使出獨孤狗劍中的劍法,刺中了惡不群的右手腕。 令狐冲就趕快扔下自己的劍,跌在地上就說,師傅, 弟子罪該萬死。 屁,死這個頭,鱷骨群一腳飛出。 踢到令狐冲整個人飛起,人在半空中的時候, 陀陀令,眼前一團七黑,直坦坦地踏下來, 一聲,下地的時候,他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人事不醒。 不知過了多久,他好像覺得有點冷,慢慢撐大眼, 覺得火光殘眼,立刻又合起來。 然後望外,見韻影變立刻快 Counseling你醒了, 她又止了一口,熨&激烈非常看大眼, 見韻影就回顧見自己。 雖 stare著去坐gi, 他掙扎著她想坐起來, 揚莉urança眼耍, 打手說:「你休息多一會吧,你休息多一會吧。」 令狐聰聽聽話說攀在地上, 看一看四周的環境, 見到一個山洞裡頭, 洞外燒了幾塊柴, 看了一會, 我才記起是被師傅踢了腳, 他就趕快問, :「我師傅?師娘呢?」 仁仁瞄嘴地說, :「你還叫他做師傅? 找人全世界都沒有這麼不要面的師傅, 你一美讓他, 他還不識趣, 下不了台了, 就一腳繞到你那裡, 繞到自己腳筆都斷了, 多黑心啊! 什麼?我師傅斷了腳骨, 哼, 這些就叫做報應了, 我爹說, 你不會用吸聲大法, 不是啊,自己就不會受傷, 我, 我斷傷了師傅, 又震斷了腳骨, 真是, 真是, 哎喲, 你還後悔啊? 仁仁啊, 我真是該死啊, 我真是該死啊, 當年如果不是師傅師娘養大我的, 我哪有今天啊? 我現在恩將仇報, 真是禽獸不如啊我, 仁仁就說了, 哼, 他幾次三番落殺手, 想殺你, 你這麼隱讓, 都算是報了恩啦, 好似你這樣的人, 他哪裏都不會死的, 就算他們不養你, 你在江湖做黑衣仔, 都死不了啦, 他趕你出華山, 情義組就斷了, 你還想他做什麼呢? 聰哥啊, 你, 你為我而得罪了師傅思量, 我, 我現在他身, 瑩瑩說下說下, 頭就越低越低, 臉紅耳熱喔, 令胡聰一見他含羞疊疊的樣子, 唉,忍不住就伸一手出去, 握住他的左手, 唉, 這樣嘆了一口氣, 但又不知說什麼好, 瑩瑩就小聲問他, 你, 你, 你幹嘛嘆氣呢? 是不是你後悔認識我呢? 沒有, 沒有, 我怎麼會後悔呢? 你為了我, 去少林寺送死都不怕了, 我以後粉身碎骨, 都報不到你的大恩啊! 為什麼你要這樣說呢? 啊, 到現在, 你還當我是愛人啊! 令胡聰他有點慚愧, 他的心, 對瑩瑩有一層雜膜, 他說, 是, 瑩瑩啊, 但是我說錯了, 從今以後, 我要死心塌地地對你好, 他這句說話一說出口, 自己的心就問自己了, 那小師妹呢? 小師妹呢? 難道我從此就忘記了小師妹? 瑩瑩這陣子眼光中醒了喜悅的光芒, 聰哥, 你, 你, 這個不是真心話? 這個是哄我的啊? 這時候, 令胡聰就覺得自己, 要全心全意地對人家, 他說, 瑩瑩, 我如果哄你, 我就會被雷公劈死, 不得好死? 瑩瑩左手慢慢反轉, 拉著令胡聰一手, 過了一生之中, 這一刻的光芒最難得, 全身暖暖暖, 之身又好像在雲頭飄浮, 但願天長地久永恆如此, 過了很久, 他才慢慢說, 聰哥, 我們武林中人都注定不得好死, 你日後如果對我負心, 我都不想你被雷公劈死, 我, 我寧願親手一劍咳死你, 令胡聰的心裡叮咚, 猛跳了一下, 想不到他會說出這樣的話, 呱了呱, 然後又說, 瑩瑩, 我這條命是你救的, 早就歸你的了, 你幾時要拿的, 隨時拿去咯, 咯, 人家都說你是個花花蝕蝕的浪子, 果然嘴甜蝕滑, 沒有來正經, 哼, 都不知是甚麼緣份, 我會, 我會喜歡你這個花蝕鬼, 哈哈, 我何時對你花蝕了, 你這樣說, 哦, 我不花蝕豔豔豔, 說下說下, 令胡聰就坐起來, 好像想傻柔似的樣子, 仍然雙腳咚咚, 咯, 咯, 跳開幾步, 咯, 咯, 聰哥, 我的心對你好, 只要我們要規規矩矩, 你如果, 當我是水性羊花的女子, 隨便來欺負我, 那你就看錯人了, 令胡聰也很正經地說, 瑩瑩呀, 我怎敢當你是水性羊花的女子呢, 你是一位得高望重, 不准她轉頭看一看的婆婆來呀, 瑩瑩啼聲小笑, 上去當初認識令胡聰那時, 她一直叫自己做婆婆, 神態恭恭敬敬, 想起, 就不如笑口吟吟, 坐下, 只隔靈胡聰有三四尺圓, 靈胡聰就說了, 好, 你不准我對你花必是嗎? 翌日, 我照舊她做婆婆, 好呀, 乖先, 婆婆, 我心有一件事, 哼, 不准再叫婆婆, 救得六十年, 你不叫得救咯? 噢, 那由現在起叫, 叫到你六十年之後, 那我這世人就好心足咯。 瑩瑩聽聞, 心神荡漾, 她想, 唉, 如果真是能夠和聰哥結合六十年, 就算天上的神仙, 都沒有我這麼幸福呀。 令胡聰見到形影打側面對著自己, 那樣的角度看她, 為何更加美, 簡直好像美玉丟出來的公仔那樣。 她心想, 唉, 這麼美的女孩, 為何江湖上成千上萬, 心高氣霧的好漢, 會對她又尊敬又敬畏, 又會甘心為她赴湯道火。 想到這樣, 她就想問一下瑩瑩, 但是覺得這個時候, 說這個話又不是太合適, 就想說不說那樣。 凌凌見她這樣就問, 聰哥, 你想說什麼, 就儘管說吧。 令胡聰就說, 我? 我一直都覺得很奇怪, 為何平一子, 祖先秋, 王寨主他們, 怕得你這麼緊要。 凌凌的小笑話, 嗯, 我知道你如果不明白這件事, 心不安樂的。 哼, 你是不是怕我是個妖魔鬼怪呢? 嗯, 不是, 我當你是為神通廣大的山神先。 哼, 你看你, 說得不夠三句說話, 就亂說二十四的了。 其實你這個人, 嗯, 都不見得是幾花癡啦, 只不過油嘴滑舌, 以至大家, 說你是個浪蕩子弟。 令胡聰就說, 我油嘴滑舌? 那我叫你做婆婆的時候, 算不算是油嘴滑舌? 哼, 我以得你一輩子叫我做婆婆。 好, 那我叫你一輩子, 婆就婆了, 不過, 不是婆婆。 我, 融融一聽, 面上浮起紅雲, 唉, 我心裏搭糖都沒有那麼甜。 哼, 聰哥, 我, 我就是望你說這句說話, 不過, 你是沒有油嘴滑舌才好啊? 令胡聰就說, 你經常都怕我油嘴滑舌, 好啊, 這一輩子, 你炒菜不下油, 那吃到我嘴滑舌, 那我就沒得油嘴滑舌了。 哼, 哼, 這樣都有的? 聰哥說, 不過我不會煮飯的, 連烤田雞都烤焦了。 令胡聰想起那天, 他們兩個在山溪邊烤田雞, 唉, 覺得此時此刻, 上回當日的情形, 覺得很溫馨。 瑩瑩就小聲說了, 聰哥, 你不怕我煮焦飯, 那, 那我就一輩子煮飯給你吃。 令胡聰就說, 哦, 焦是你煮的, 我日日吃三大碗飯焦, 我都沒所謂的。 哼, 你呀, 每天都不便笑。 兩個人對望了一下, 看出聲了, 摘了一陣, 瑩瑩又慢慢說了, 我爹, 本来是日月神教的教主 你都知道的啦 后来东方叔叔 不是不是 是东方不大 他使阴谋诡计 困住我爹 还骗大家 或者在外边过了身 违命要他接任教主 当时我还小过 东方不大这件事 又做得很干净利落 没有路知了痕迹 那我就没有疑心了 东方不大为了掩人耳目 对我非常优待客气 因此我在教中 地位就很尊贵 令狐冲就问 是不是那些江湖豪客 都是日月教熟客的呢 不是啦 他们都没正式入教的 不过一向归我教统属 他们的首领 大多数都吃了我教的三师老神丹 令狐冲记起啦 当日他在沽山梅庄 曾经见到魔教掌老包大楚 巡伟当地几个人 一见到任我行那几粒鲜红色的三师老神丹 立即吓得云飞吓山 想起当日的情景 不由得走走眉头 盈盈就继续说 吃了这些三师老神丹之后 每年就要吃一次解药 不是就毒性发作 死得好辛苦的 东方不大对那些江湖豪士十分严厉 有少少不喜欢而已 他就扣着解药不发 每次都要我去求情 拿些解药给那些人 令狐冲就说 哦 原来 你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都不算是什么恩人的 他们来求我 我容易心远 原来 这些也是东方不大掩人耳目的策略 他要令到大家都知道 他对我十分爱护尊重 那一来 当然就没人怀疑他散田别位的了 令狐冲就点头了 是吧 是吧 这个人真是功于心计啊 盈盈就继续说了 不过 经常要我向东方不大求情 好烦的 况且 教里头的情形 也跟以前不同了 人人见到东方不大 都要说好说话 听到你又不都悲的 前年春天 我叫师侄陆足雍陪我 出来游山换水 那一来又不用你教中的闲事 二来又不用向东方不大 讲了不悲的说话 哼 想不到那次 就碰到你了 他望下令狐冲 像你陆足行中初遇的情景 轻轻叹了声气 心中充满游情 过了很久 他就说了 冲哥啊 去少林寺那几千个江湖朋友 当然 不会人人都来求过我拿解药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受过我的恩惠 他的亲人好友 门下弟子 所属当众等等 都会来帮我的了嘛 再说 他们去少失山 也未必真是为了我 多数 还是应令狐大俠的招唤 不敢不去而已 说到这里 他掩着嘴巴笑 令狐冲就说了 哈 盈盈 你跟我就没什么好处 由嘴或是个本事 一下就传给你 盈盈自小 在日月神教中 人人都当他公主一样 谁都不敢得罪他 也没人敢跟他说一句笑话 这阵时跟令狐冲欺笑怒骂 过得不知几个人 过了一阵 他又说了 你带这么多人去少林寺接我 我当然喜欢了 那些人平时几多嘴多舌 在背后说我 说我对你好 而你是个风流浪子 到处留情 根本就没放在心里 这次 这次你这么大阵仗 胡闹了一场 总算 总算帮我拿回一台 凌狐冲就说 凌凌啊 你背我去少林寺求医 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 后来又被困在西湖底 等到脱离囚笼 又要讲恒山派的事 后来才知道你的情况 等到来接你那时 你都熬了不少了 哦 那我不紧要 不过 最可惜 就是定闲定日两位师太 为我的事 而令桑枭林寺 对了 不知道是哪个落的毒手 这两位师太身上 没有那些伤痕帮 什么没有啊 有啊 那各位 为什么盈盈会说有伤痕呢 难道他知道凶手是谁 要知后事如何 请定下回分 各位 上次那个令狐冲和盈盈 讲起定闲定日两位师太 当然是很难过了 令狐冲就说了 唉 不知道是谁落的毒手 两位师太身上没有伤痕 都不知道怎么查好 盈盈就说了 什么没有伤痕啊 我和爹 文天叔 在寺里头 看到两位师太的尸身 我曾经搬去他们的衣服看过 看到他们胸口里都有一粒针这么小的红点 是被人用钢针击死的 是什么 毒针击死 毒针 武林之中 有谁是用毒针的 盈盈就另一头说 阿爹 阿爹和文天叔 那么多见识 连他们都不知道 阿爹说 这针不是毒针 其实是一件兵器 吉人要害 致人死命 只不过吉入定闲师太 心口那一针 略略吉了一点点 是的 我见到定闲师太那时候 他还没断起 这针 既然由胸口里挤进去 那就不算是暗算 是正面交锋 害死两位师太的 一定是武功绝顶的高手来 我爹都是这么说 反正这条线索 要找空手 都不是很难的 没错 令狐冲出力拍下山洞的石碧 领兴 我们两个有生之年 一定要为两位师太 报仇说恨 一定 令狐冲扶着石碧 坐起身 觉得手脚 好像武士一样 动得心得 心口里又不是很痛 好像没有受过伤 他就说 啊 这么奇的 师父出行力赤到我脚 好像我没有伤到 盈盈就说 我爹说 你已经吸了不少人的内力 内功高出你师父很多 因为你不肯运力跟你师父相抗 这样才受伤 但是有心口内功护着身体 受伤很轻的 文献叔跟你推达了几次 激发你身体的内力来疗伤 好快就好了 不过 你师父的脚筋这么容易断 就有点奇怪了 我爹想了很久 都想不出个究竟 哦 我内力这么强 师父一脚兜过来 让我内力反振 他老人家就断了脚筋咯 那有什么奇怪 不是啊 我爹说 吸着外人的内力 虽然可以保护身体 但是必须要运用 才能够伤到人的 你都没有运到 怎么会共予伤到他呢 哦 原来这样啊 令狐冲虽然不是很明其中的道理 但是他也不多去想 只是想到害到师父受了伤 当时天下众高手面前 失尽了面子 实在是很内疚 一时之间 两个人望着就没出声 偶然听到洞外边柴火燃烧 那种滴滴答答的声音 洞口外边大雪飘扬 比在笑室山上 那些树落得更加大 突然之间 令狐冲听到山洞外边 有几十很重的吐气声 咦 他立刻定了神的声音 盈盈内功就不及他了 听不到什么声音 看到他的神情就问了 冲哥 你听到什么 令狐冲就说 孙童我听到一阵吐气声 好像有人来那样 但吐气声就很速 那个人武功低微 不用理他的 算了 咦 盈盈 盈盈 你爹呢 哦 我爹 和问天叔 说出一行下 说完这句话 盈盈 全面都红了 他知道 阿姐 特意避开 等令狐冲醒了之后 和他好好地 醉下离别之情 令狐冲这阵时 又忍着他听到 几下吐气声 于是 他就说要出去看一下 两个人就走出山洞 见到任我行 和向问天 走过的雪地上 有些脚印 被雪借了半厕 令狐冲指着那两行脚印就说 那些喘气声 就是从那边传来的 于是 两个人就顺着脚印 走了十几脚 转过去山洞 咦 突然见到雪地上 任我行 和向问天 一拍地站在那 动都不动 你无忠地吃了惊 同时飙过去 仍然就叫声爹 伸手去拉任我行的左手 怎知刚刚见到他爹的手 那股冰冷的寒气 从他的手一直扣上自己身体 爹 你 你干什么 仍然一句说话没说完 已经打了几个冷针 牙袋就吞到嘴声 他知道了 爹是中了左冷前的寒冰争气 一直强制抑制 这时候终于抑制不住寒气发作 向问天呢 在那帮他爹抵挡 令狐冲还未曾明达 达雪反光之下 见到任我行和向问天两个的面积 很凝重 跟着任我行呢 又出来吐了几个淡气 哦 他这样才知道 先头听到的喘气声 是任我行发出来的 只见营营这阵时 整身震吞吞 立刻就伸手出去 抓着左手 觉得一阵寒气 捐入自己身体里头 他明白了 任我行是动了敌人的阴寒内力 在那全力散发 于是 他就依照西湖底铁板道 所刻的散工方法 将捐入身体里头的寒气 就慢慢化去了 任我行得到令狐冲相助 哎呀 他心定当了好多 事关向问天和营营的内功 跟他练的不一样 只能够帮他抗寒 就不能够化散 他自己全力运功 为了就不要整身结成冰 再没有力量去散发寒气 坚持久了 就越来越过得吃力 令狐冲这种运功方法 是虎仔抽身 将寒冲真气 从他看内一丝一丝的抽出来 散在外边 他们四个人手拖着手 站在雪地上 好像僵硬了一样 大雪纷纷落在他四个人的头上 面上 慢慢就将他们的头发 眼睛 用鼻歌衣服 盖住了 令狐冲一面运功 心就暗暗奇怪 为什么雪花落在面上 居然不溶 不溶 他都未知左冷前所念的寒冰真气非常厉害 散发出来的寒气比冰雪还要寒冷 这时候他们四个人只有肚里头的五臟才有暖气 那些皮肉比冰更冷 所以雪花落在他们身上 一点都不溶 被落在地上 更击得快 过了很久 很久 慢慢天干 但是还落着雪 令狐冲就担心 凝影 凉女 若贼 受不受得起 寒气 长期侵杂 只不过任我行体内的寒毒 未曾去完 虽然吐气是没那么速 但是不知道这时候停手行不行 他拿不定主意 只好继续帮任我行散工 幸好从盈盈的手掌上觉得 他肌肤虽然冷 但个人就已经没打冷真了 自己手掌心 国策的手掌心都默默微微地跳动 这时候他双眼祖就积满了白雪 蒙蒙隆隆 觉得天光大白了 知什么都看不见 当时就慢慢加强运工 盼望早些为任我行化 进体内的阴寒之气 过了牌 忽然东北国远远传来马蹄声 一路越来越近 听得出是一只跑前 一只跑后 接着就听见有个人大声叫 师妹 师妹 你听我说 令狐冲两只耳朵虽然堆满雪 但听得很清楚 才是师父恶不群把声 两只马一路跑过来 听恶不群又叫 师妹 你不知道其中原由 立暖发脾气 你听我说 行不行 听她恶夫人就说 我自己不开心 关你什么事 又有什么好说 听到他们的声 和马蹄跟跑的声音 估到是恶夫人 骑马在前 恶不群 就骑马在后追赶 令狐冲就觉得奇怪 什么师娘这么生气 不知道师父因什么事 得罪她 只听恶夫人那只马 一直跑过来 突然间她 咦 跟着 咦 想起来 突然间拉着马停步 没多久 恶不群的赶马来到了 师妹 你看看这四个雪人 砌得多脆拐 我夫人 哼 没有理她 跟着自言自愿地说 咦 那些抗野之中 怎么有人砌这四个雪人呢 令狐冲上 咦 抗野里有什么雪人 哦 跟着她明白 我们四个人 全身堆满白雪 打到师父 师娘 当我们是雪人 咦 她的心又害怕 如果师父一发现我们四个人 事必一剑一个 她就要杀我们 真是二个借火 这阵子听见我 不群就说 嗯 看不到雪地有脚印 这四个雪人 肯定是砌了很多日了 师妹 你们来看看 好像是三个男 一个女 我夫人就说 我看 哼 个个都差不多 哪有分什么男女 咦 她一声要喝 就吹马想走 我不群就说 师妹 你个人这么猴禽 这样 这里阻止没有人 我们商量一下 我夫人就放回她 什么猴禽 我自己回到华山 你喜欢讨好左冷船 就自己跟她上松山把 谁 谁说我喜欢左冷船 我好地地 华山派掌援不做 干嘛要向她松山派低头 是啊 我就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向左冷船 用低威 听她指使 虽然说 她是五岳劍派的盟主 知道管不到我们华山派的事 五个劍派合而为一 武林中还有华山派这个字号吗 当师傅将华山派掌援之位传给你 说过了什么话 你说出来 呃 因此要我发扬光大华山一派 那就是咯 你如果答应了左冷船 将华山派挥入松山 怎么对得起全下的恩师呀 俗语都有说 名为鸡头莫为牛尾 华山派细小的都可以自立门户 为什么要靠人家呢 我不群这段时就叹口气话了 哎 师妹 恒山派定闲定日两位师太武功 和我们两个相比 你说哪个高哪个低 没有比过 我看都差不多 你问你干什么 我看都差不多 这两位师太丧身在少林寺 酒情是被左冷船害的 令狐冲的心叮叮叮 他本来早就疑心是左冷船做的手脚 不是哪有人那么好功夫呢 少林武装两派的掌援武功虽然高 但是都是有道之士 却不会做这些因质事 宋山派几次围攻恒山三定门得手 这次肯定是左冷船亲自出马 任我行这么厉害的武功 上次都拜在左冷船手下 恒山派两位师太当然不是他敌手 没有了 听到岳夫人说了 是左冷船害的那又怎样了 你如果拿到证据 就应该腰杂正教中的英雄 一起向左冷船问罪 当向一位师太身烟雪恨那就是 哎呀师妹呀 一来又没有证据 二来又是强弱不敌 什么强弱不敌呢 我们叫上少林派方正住持 武当派冲虚道长出来主持公道 看他左冷船又敢怎么 哎呦只不然方正住持还没请到 我们夫妻已经好像恒山派那两位师太那样了 你说左冷船会落手害我们两个 哼 这船头放鬼船尾放财 怎么出来江湖走啊 令狐冲听到就暗暗佩服 啊师娘虽然是屡留之辈 豪气性松眉哦 莫不群就跟着说 哎呦师妹呀 我们两个人死了不紧要 知有什么好处呢 左冷船暗中落手 我们死得不清不楚不明白 到后来和一样可以开山立派 创成什么五岳派 说不定他还会捏造个难听的罪名 强加在我们头上 那一说 恶夫人就没声出了 恶不群又继续说了 我们夫妇一死了 华山派门下弟子 就成了左冷船根板上的鱼肉 任他宰割了 不理怎样 我们怎么都要跟灵山着想下 才可以的嘛 我夫人嘶了一声 好像被丈夫赶到心动那样 扎了一阵 她说 唉 那我们就暂且不去揭穿左冷船的阴谋 照你的说话 表面上和他客客气气敷衍 抠机会 是啦 那这样才对的嘛 师妹 你肯答应这么多好呢 林平之那部家传的辟邪剑谱 偏偏又被令狐冲这个臭子落了甲 如果他肯给平之的 我就等弟子学下 那就不用被左冷船这样欺罢了 哎呀 你这个人 还疑心匆匆老了那部辟邪剑谱的吗 少林寺中一战 方正大师冲虚道长这些高手 都说他的精妙剑法 是得自风师叔的真传 难道 你连方正注持的说话都不信吗 令狐冲听见师娘 这样帮自己说话 我心很感激 真是忍不住想撲出去抱着他 突然间 他的头颗被人拍了两下 令狐冲实想 但是 难道我们被人发现了 那各位 任我行这阵时寒独还没去清 如果恶不群夫妇向他动手 他又会怎样呢 要知道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各位 上次那位令狐冲听着恶不群夫妇说话 听听下 突然觉得自己头颗颈被人拍了两下 他心想 糟 我就被发现了 任教主寒独未清 师父师娘又再向我动手 那怎么办呢 这阵时觉得盈盈手上传过来的内力 跟着跳了几下 看来 任我行李一样心神不定 但是头颗颗颈被拍了几下之后 踏了牌也没什么动静 跟着听见恶夫人就说了 师哥 昨天你和冲冲动手 年气用了浪子回头 冲冲冲凝下 浪欲吹消 萧氏成容这四招 那是什么意思呢 恶不尘就说了 令狐冲这个臭子 人品虽然不好 之外都是我们养大他的 眼白白的看着他悟入歧途 实在是可惜 只要他浪子回头 我就答应给他重归华山门户 你这样的意思 我知道了 不过 还有另外两招呢 嘿嘿嘿 你个身祖就知道了 又何必问我呢 好 那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如果冲冲肯改邪归正 你就答应将凌三许配给他为妻 是不是呀 没错 是 啊 你这样向的示意 是一时的权娱之计 还是确有这样的意思先 恶不群就没出声 令狐冲又觉得头壳顶有人 轻轻地拍下了 呵呵 他明白了 是恶不群一边在想东西 一边拿着手在说明的头颈 轻轻地拍下了 就不是说发现了他们四个人 至于恶不群就说 大丈夫一言寄出巿马难追 我既然答应过他 当然不会反悔的 恶不群就说 哼 不过 匆匆很迷恋那个魔教妖女 你是知道的 恶不群就说 不会 他对那个妖女 感激就有 迷恋就没有 平时他对凌珊那种情景 和对那个妖女就不同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的吗 师妹 啊 那你就是说 匆匆对凌珊还没忘情 喂 点指未忘情 即情 即情是伤私入骨 他一明白我几招剑招的用意 你不见到我的样子吗 整个忘形 呃呃呃丧丧丧丧丧 是啊 就因为这样 你才拿个女儿来做你 想引冲冲上欧 要引到她为了凌珊 特意书给你 是不是呀 令狐聪耳畅虽然滴满雪 但听出师粮这几句说话 充满慎怒和讽刺的意思 诶 師娘一向來很尊重丈夫的掌門身份, 絕對不會用這樣的語氣來跟她說話的, 可見師娘生氣得如何呢? 聽見我骨群就說了, 哎,師妹啊, 原來連你都不明白我的用心, 我自己的德失凌辱是小, 華山派的輕衰成敗是失敗, 如果我可以勸服令狐聰, 令他重歸華山, 就可以一舉四得了, 啊, 什麼一舉四得呢? 嘍, 令狐聰劍法高強, 遠勝於我, 他是拿了辟邪劍譜也好, 是得了風師叔的傳授也好, 他如果重歸華山, 華山派聲威大陣, 名讓天下, 這是第一張大事, 左冷船噴併華山派的陰謀, 固然難以得逞, 連恒山泰山派恒山三派, 始終保存住, 第二張大事, 他重歸正教門下, 令魔教不單止失去一個德敵的助手, 反而多了個大敵, 正勝邪衰, 第三張大事, 師妹, 你說對不對呢? 嗯, 那, 第四張呢? 嘿嘿, 第四張啊, 我夫妻失下無止, 向來當匆匆是親生仔一樣, 讓他能夠改邪歸正, 我們一家團圓, 豈不是天大的喜史? 令狐聰聽到這裡, 哇, 不如得心神激盪, 撐點叫出聲, 師父師良那樣, 聽見岳夫人就說了, 哼, 靈山和平之情投之合, 難道你又這麼印心, 勇敢擦散他們兩個? 我不強說, 唉, 我這樣都是為了靈山豪的, 為了靈山豪? 平之勤勤勵勵, 規規矩矩, 有什麼不好? 是, 平之雖然是用功, 只跟令狐聰比, 真是蚊比跟牛比, 這輩子拍馬都對他不上啊, 哼, 你的話法, 武功強就好丈夫啊, 是, 我是想匆匆改邪歸正, 重入本門, 不過他胡鬧任性, 升浮號走, 靈山如果嫁著他啊, 事不給他誤了終身啊, 唉, 師妹啊, 反正我都是枉費心機啊, 這個臭小子, 已經若不可救了, 我們這些話, 現在都是浪費口水啊, 師妹啊, 你還這麼生氣我嗎? 這時候令狐聰的心就好慘愧, 唉, 師娘說我, 胡鬧任性, 升浮號走, 的確是停得好啊, 不過如果我真是能夠取到小師妹為妻, 難道我會辜負他呢? 絕對不會, 慢慢不會, 我會改的嘛, 這時候, 聽著我不憑夫婦一路說, 就一路走遠了, 令狐聰心亂如麻, 反覆想著師父師娘先頭的說話, 竟然忘記了運功啊, 一會兒, 一道寒氣由手板心湧上來, 當堂打了個冷針, 覺得整身都入筆, 連忙就運功抵雨啊, 一暈暈急了, 突然覺得內飾在左邊肩膊上塞著, 沒有辦法通過, 他急忙提氣運功, 但是他練這些吸聲大法, 只是依據鐵板上所刻的要決, 無私自通, 種種細微精傲的地方, 未不明思指點, 這陣子這樣強硬衝動, 內飾反而叉開得更加厲害了, 開始是左手臂慢慢僵直, 跟著就到了左邊小掩, 左邊腰骨順著向下, 整條左腳都避光麻木了, 令狐聰又怕又急, 喇大口想叫, 但是發現連口唇都沒有辦法動, 就在這陣子, 又有兩隻馬跑過來, 聽見有人說了, 咦, 這裡的馬提公集亂, 爹娘娘在這裡停留說, 就是惡靈山把聲, 令狐聰又精又起, 哎呀, 為何小師妹這麼巧又來了呢, 聽見我一個人就說了, 師父的腳傷了, 千萬不要有什麼事啊, 我們快點跟著馬提印去追吧, 這個是臨平之把聲, 令狐聰心想, 馬提印到雪地上, 一個個哄, 小師妹和林師弟追師父私娘, 所以一路追到來欣賞, 聽了惡靈山就忽然叫, 哎, 林仔啊, 你看看這四個雪人多好玩, 手拉手, 一排都站著哦, 林平之就說了, 啊, 是啊, 這裡左近都好像沒有人家那樣, 為什麼會有人在這裡砌雪人玩呢, 哎呀, 林仔啊, 我們又砌兩個雪人玩一下, 好不好啊, 講完, 他就翻身落馬, 捧一堆雪就要砌了, 林平之就說, 哎呀, 我們還是去找師父私娘緊要啊, 找到他兩位老人家之後, 我們慢慢再砌雪人玩都未遲啊, 嗯, 這個人經常都這麼鬆興的, 我的腳受傷, 站在馬上邊, 不是好像跟武商一樣, 況且, 有我娘親在他身邊, 還怕有人敢得罪他們嗎, 他兩位商店中環江湖那時候, 你都未曾出世了, 是, 是就是這樣說, 不過師父師娘未曾找到, 我們在這裡掛著玩, 我心眼是不安樂的, 好了, 就聽你的了, 不過找到我, 借娘親之後, 就要陪我, 砌兩個好看的雪人的, 知道嗎, 哦, 我知道, 我會的了, 令狐聰心想, 哎呀, 林師弟老實聽話, 怎學得我這麼興奮呢, 比如, 小師妹如果要我陪她砌雪人, 就算有幾大事, 我都不理那麼多, 看著岳寧山和林平芝的說話, 不記得自己全身僵硬, 一這樣一來, 適合及正大法行功的要訣, 無所用心, 運不在意, 左腳和左腰呢, 慢慢慢慢就沒那麼悲了, 接著聽到岳寧山就說了, 啊, 不看雪人就發呆, 我要在這四個雪人身上寫幾個字, 三個字, 拔出長劍, 令狐聰又嚇驚啊, 哎呀, 他要拿劍在我們四個人身上, 連那麼滑,連那麼刺, 那麼做得了的? 想說出聲叫, 想說出手阻止, 但是, 口又不能動手, 手又不能動, 他的臉, 哩咩咩咩咩咩咩咩啲, 幾聲響响, 岳寧山已經拿劍尖, 在向問天身外積雪, 刺了一字, 一直刺過來, 刺到令狐聰身上, 哎呀, 好歹他刺得好淺, 沒有刺穿的雪, 刺到令狐聰而已, 你忽充這陣子又想,啊,不知小師妹在我們身上寫了些什麼字呢? 人家聽見岳寧山柔柔聲就說了,停止,你都來寫幾個字了。 林停止就說,好,接著劍,事事殺殺又寫完了,聽見岳寧山就說了。 嗯,對了,我們兩個一定要這樣。 我想很久很久,他們兩個都沒有出聲,令狐冲更加好奇,啊,他們兩個一定要怎樣呢? 唉,之後他們兩個走了之後,任教主身上的寒氣去清了,我才見得出雪堆。 哎呀,糟了,到時我的身一動,那些樹就跌落死了。 那麽他們在我身上畫的字,就全部塌了,什麼都看不見了。 又過了一陣,突然聽見尼遠,嘩嘩嘩嘩嘩嘩嘩,一陣馬提聲。 不隔得還很遠,顯然是向這邊跑來的。 令狐冲聽出,起碼有十幾隻馬那麼多。 他心想,嗯,可能是本派其他的司計妹來啦。 聽著馬提聲越來越近了。 但是林平之和岳寧山兩個,還沒有任何動靜。 聽著那十幾隻馬,從東北岳一路跑來,到沒有多遠的地方,他們就分開兩邊,包抄過來。 林胡宗一聽,心想滴啦,離人不懷好意。 突然之間,聽到岳寧山,哎呀,有人來了。 十幾匹馬就發力跑過來,然後咻嘩,兩聲。 兩枝長箭射刀,那兩匹馬,咻咻咻咻咻咻嘩,還看到地。 令狐冲心想,哇,這些人武功很強,龍心很惡毒呀。 先射死小師妹跟林師弟的座騎,讓他們不能去走。 接着就听见十几个人大声哀嚼,有路赶马过来。 莫灵山惊呼一声,退开几步,听见有一个人就笑了。 小孩子,小孩子,你们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门下? 林平之就说,在下,华山派门下林平之,这个是我姊妹姓,我们大家素不相识,你们为什么射死我们的座骑? 嘿嘿嘿嘿,华山门下,啊,你们师傅就为那个笔墓施了给徒弟? 嘿嘿,叫什么,君子健岳先生是不是啊? 哇,令狐冲听到,心痛啊,这帮这样的事,我得罪师傅是昨天的事, 但是一阵间,这么多人知道了,哎,我累到师傅被人这样恃笑,真是罪孽深重。 听见林平之就说了,哼,令狐冲品行不端,屡犯门窥,一年之前,早就已经被师傅赶出华山派门场了。 他意思就是说,师傅虽然赶了给令狐冲,但是只是赶给外人,不是赶给本门的弟子。 那个人就说了,啊,哈哈哈哈,啊,这个姑娘姓恶,是恶不群的什么东东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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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欧见的啊,是没,是没乐不群的小妻来啊? 接着听见其余那十几人就哼哼声笑,令胡冲越听越害怕,这些人竟非是正派人物,可能对小师妹不利了。 林平子就说,国下是江湖前辈,说话为什么这么不干净?我师妹是我师父的千金。 原来是恶不群的大小姐,真是浪得虚名。 旁边有个人就先问,路大哥,为什么是浪得虚名? 那个人就说,我听人家说过,恶不群的女儿很飙青,算是后一辈人物中的美女。 这一见之下,也不过如此。 这个姑娘,对,样子一般,不过看那些皮肉,白酥酥滑烈烈,真是好像磨壳鸡春。 如果你说剥开了鸢体,又会怎样呢? 听这些人这样笑作,真是茶瓜送饭,好人有限。 令胡冲这阵时,帮人任我行山公,不能动。 不过,林平之恶灵山会怎样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